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 日前回母校台中一中 過程中小插曲 突破秀主持人賀龍趁機邀約 台下學生也紛紛起哄 趙少康當時答應上節目 30號也說到做到 還好呢 我在大學的時候 也常常上台講相聲 來娛樂同學 緊張嗎 會嗎 會有一點 當然會有一點 因為這種形態以前沒見過 第一次以脫口秀的形態 跟年輕人互相交流 趙少康坦言還是有些緊張 被問到副總統辯論跟脫口秀 哪一個對自己比較有挑戰性 他則這樣說 不太一樣 那個霍龍秀是跟年輕人 因為年輕人很歡迎這個表演 所以讓年輕人看看 我幽默的一面 那副總統辯論是比較正式 比較嚴肅 完全不同 對於隔天的副總統辯論 他也做出準備 給自己打了70到80分 聽到兩位對手身體微壤 他也給予祝福 其實你看我證件發表的時候 其實也已經很客氣了 不過該講話還是講的 那態度跟禮貌上 我已經會顧慮到 也祝福他們早日康復 而針對賴清德失言的 憲法災難論 趙少康哲怒批實在不應該 不過我比較care的是他講說 中華民國是災難 對 我覺得這個很嚴重 甚至直言對方是本性露出 不過不知是否自己日前也頻頻口誤 他也先笑稱口誤難免啦 最近很常聽到別人說錯話 7月1日新聞蘇泰銀江柏軍 許孟傑李蔡英台北昌報導 1月13 1月13 鎖定PBBS新聞網